那个大房子不是挡摘的吗 大房子对吧 表面太大了 大房子不是啊 大房子是留在你 最后要走的之前呢 或者后来有什么大事情的时候才烧的 我感觉这个怕大房子表面太大了 没有 实际上我们没做大房子的呀 没做过是吧 没有做过 从来没有大房子的 有那就是人家变位了 还有人做大房子啊 做大房子吗 他什么礼服他会有七种呢 哎呦 他自己做出来的 你们记住 你们记住啊 我所以没看到原始的呀 你们记住 博客上没有的东西 你跟他们讲 他们自己做事情 他们自己做错事情的话 我告诉你都要收叶报的 这个要放货的 哎呦 你在藏这个大房子啊 哎呦 乱讲的 这乱讲的 所以你看 你看看台长博客上有没有 从来没有的事情 叫他们千万不要做 这样做的话 还害死他们的 我手里打个问号 嗯 因为我们是念头科学技术的 嗯 有最基本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我告诉你 台长奴隶薄兵 官兵不着 不同意的事情 台长从来不讲出来的 他们这种自己乱发挥 我告诉你 害死人 而且他自己下地狱 哎呦 这种人如果他自己觉得他可以 还有的人还在外面 还说他能看毒疼 还有的人收钱 哎呦 这种事情太多了 但是问题呢 就是说 他们如果这么做 他们自己经常会昏过去 实际上每一次昏过去 就是拉到地府 已经受惩罚了 实际上当一个人 经常昏过去的话 每昏过一次拉下去一次 他的羊兽就折掉 所以经常昏迷的人 他是经常折瘦的 你听得懂吗 所以我告诉你 这种做这种事情的人 他真的是不懂啊 等到他一下子 哪一天到了地府了 他才完全明白 那个时候就晚了 哎呦 这种事情出大事情的 就像很多人一样的 误导人家 害人家 你知道你害了人家之后 你知道这是什么后果吗 就这个意思 要闯大户上 所以很多人还在台上经书编上 还在念念 你知道台上的经书 完全是根据赵谱书的 那个中国佛教念诵集里边来的 我这一个字都不能加 一个字都不能点的 你明白吗 明白 所以这些人啊呀 真的不知天高地厚啊 灵界的东西比人家要复杂几十万倍啊 你稍不留心啊 我告诉你 他把你带走啊 你就是邓丽君啊 你有钱 有名 有利 你都是再高的官 你有名 有钱 有利的话 他叫你走 你就走掉了 你就什么都没了 你 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啊 很多人不是很有名的吗 为什么得神经病了 一个神经病 什么都没了 灵性上升的话 你怎么办 逃都逃不掉了 他闯祸了 这些事情啊 所以他们不懂啊 真的是 毕业 他叫你 我 我 你 你 你